两架军机在空中飞行 下一秒直接相撞最地 现场立即燃起熊熊大火 美国德克萨斯州星期六的达拉斯航空展上 发生军机相撞意外 据了解 相撞的战机分别为波音B-17空中堡垒轰炸机 和较小的贝尔P-63战斗机 它们都是二战年代的古董军机 目前当局并没有说明意外发生时相关军机上有多少人 因此伤亡人数尚未确定 不过地面上的人都安全无恙 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都已针对此事展开调查